中国最近经济下行 房产的债务问题破灭 其实这样的一个经验 并不是只有中国现在才经历过 比如说80年代 日本的房产泡沫的问题 还有08年 美国金融公报的 金融海啸的事情 所以其实它都有点类似 都是那种短时间 非常剧烈的系统性的风险 爆发导致连锁的倒闭 然后经济快速的下行的这种状态 那么一般来讲 政府要处理这样的情况 它其实就两招 一个是货币政策 一个是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是宽众的货币政策 就是把钱打到市场里面去 那传统的方式就是降息 从2000年之后呢 就发明了QE 因为利息降到零的时候 不能再继续降了 所以就用QE 这是所谓的货币政策 那中共能不能用货币政策呢 答案是不行 原因是因为中国现在的情况是 非常典型的一个流动性陷阱的状况 因为这个整个市场太过失望 所以一般叫家户 如果拿到钱就存起来 一般的企业如果拿到钱的话 就去还债 它不会去进行进一步投资的动作 消费跟投资不会动的话 实体经济基本上没有任何刺激 所以货币政策完全失效 那财政政策呢 不管是日本当初在处理 房产风暴的事情 还是2008年处理金融风暴的 美国政府的措施 都是也有大量的财政政策 在里面产生效果的 那可是我们看到现在 中共能不能采用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答案也是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今天它这个非常失衡的状态 就是它大量的资金 是投注在完全没有生产力的 大基建的项目里面 这个机型的程度 已经非常离谱了 所以这叫勤鬼开药弹 就是你现在不能用一个 机型的模式 再去解决机型的问题 所以财政政策也失效 这就是为什么 原来两个有效的方子 在目前中国的困局里面 都是失效的 现在回过头 那中共现在怎么办 其实它就不知道怎么办 它就是头痛疑痛 脚痛疑脚 就是哪里火烧起来 它就扑灭它 那我想它现在的 核心的一个想法是 不要有系统性的风险 造成大量的恐慌 譬如说年初的时候 股市快速下跌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 投资人非常恐慌的状态 他就去救火 如果在短时间之内 这么多的房企出事情 他担心会触发 大规模的恐慌 跟系统性的风险 他现在想要去防止的现象 其实不是救市的思维 而是维稳的思维 反映在他目前说的 经济措施上面 所以反映出来 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的 救火现象 继续 小火 城�